星級論證 我想這陣子的市場大家都看得到 假期是多的 港股方面真的都比較 你明顯看到加上沒有賣筆稅 上個星期真的是少些 還有波幅是小些 我記得兩個星期之前就有說黃金 就說金的ETF240 我反而覺得這陣子的市場是難看的 金其實是很明顯的 第一件事距離歷史高位不是差很多 只是差五、六十元左右 基本上在技術上是沒有任何阻力的 第二件事其實現在的市況 雖然銀行消息是一段落 但是沒有人知道下一個會何時爆 這件事有些避險的情緒是適合過金的 第二件事,金是一個模式的產品 大家看到這陣子的十年期尾債 即是由軍事借近四厘的位置 輾轉真的跌到三厘二 其實三厘二是說上年八月的位置 市場都預期聯儲局可能都有機會減息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隻金似乎是 現在是這麼多不明朗之中 它是相對之容易看的一個產品 所以我自己就繼續看金 金的話 都是用上一次的29042 它的行使價是1528 這個是240的價錢 到12月底到期 年期一定夠長的了 12月底才到期 實際的槓桿其實不低 超過100倍 我覺得大家這一陣子 都可以繼續看金 在一個不確定性中 找一些確定性的 今天星期就看金的論證了